HELLO 大家好,這裡是平客旅居日本中 今天的影片比較特別要一次介紹JR四國的三輛物語系列觀光列車 他們分別是以幕府末年的歷史軌跡為主題的 治國土佐時代靈民物語 以大不為俠的壯麗景製及工藝品文明的四國鑽中青年物語 以絕美海景及JR下灘戰療癒景製而擁有超高人氣的伊宇灘物語 沒錯,我在2021年將這三輛都搭了一次 這部影片就與大家分享我的心得及每輛列車的資訊及特色 另外購票的說明我會統整在影片最後面 大家可以使用Youtube影片章節功能飛過去 好,坐穩了嗎?我們一起出發吧! 有愛心的樹 首先要介紹的是2020年7月全新公開的 治國土佐時代靈民物語 它運行於高枝線內的高枝站及蛙川站之間 我們是搭乘蛙川到高枝的開花之超路線 反方向的話則是立志之超路線 整趟車程為2小時40分左右 它價為3970日圓 這包含乘車券、特級券及綠色車箱券 但不含餐 餐點記得要事先預約且要另外付錢 飲料甜點等輕食則可以在上車後購買 另外,大四國的觀光列車要注意不能帶外食上車 幾能帶水或茶等無糖飲料喔 既然這裡有一個檢驗人 水車有發射 足夠長! 水車有用嗎? 有以來就是 合達我們現在已經開了 在坐地上前面嗎? 我們現在已經開了 JR四国第三个观光列车 我们接下来要搭观光列车 这个是我这一次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行程 那这个呢是JR四国的第三个观光列车 它的概念呢是从过去然后到未来 所以它两节车厢的设计也都有一点不一样 非常的特别 很期待 这台车供两节车厢 第一节为象征过去的黑船 中间则有高知线出身 幕府幕年唯新制式的代表人物 版本龙马的图像 第二节车厢则带有点科幻感 是象征着飞向太空奔向未来的旧船 我们的座位是二号车 上车的时候真的很惊艳 实在是第一次搭到这么漂亮的列车 它的天花板搭配主题是星空的模样 座位旁的立登及机械管线的装饰 将复古及未来感融合得很好 一号车大概是由微星制式聚在一起 谈论理想谈论未来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桌子呢是在车子的中间 有种围挪感 比较适合多人数利用 不过目前因应疫情 所以有一半的座位改为面向窗户 就能在这些时迅速点 不过深入了 许多关于温暖和油 我们的千阶子的食物 就开这些地方 幾天 注意 这个卡,山池 就可以看完 速登上 温暖和 哇 太棒了 桌上有一本小冊子 介绍着沿途的车站级看点 超贴心的 哇 嬉心 我做到他们当地区民的热情 我做到这一部分 在我们要做个大事 我们要做一个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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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切 我们要做一个大事 接着我们来到了第一个亭靠站 没想到月台上早就有人在等待我们的到来 我们到的第一个站这里有一些当地的人在贩卖当地的物产 记得要准时上车列车可不会等人哦 我们在车上还另外点了碳酸饮料 渐层的颜色超级好拍 接着我们来到了安和海岸 这里是绝对不容错过的绝景区间 我们来到最大辣 的 inteiro 我们来到reneng 房车放ous 我們要先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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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我們的餐點也來了 餐點呢隨運行方向不同而有變更 內容也會因應季節改變 開花之超的餐點 使用高枝縣的山川海味素材 容器還是以生長在高枝縣的4萬石扁駁製成 賞品長記得要在乘車日前一個月到前四天預約 不然就吃不到囉 接著我們來到第二個停靠站 虛奇 一下車就有人在發放紀念品 謝謝 噢~~ 粉紅袋子上畫的是水踏 因為虛奇式的新裝川被認定為最後一個 確認有日本水踏出沒的地點 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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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奇站的月台上有提供一些道具可以拍紀念照喔 拿到很多禮物 哇 好可愛喔 還有蔬菜 然後他們也有小麥漢白 可以吃嗎? 可以吃嗎? 現在我們來到了左川站 又見到了熟悉的面口 因為我們前面有點餐啊 所以這邊可以換到一杯咖啡 喔 楽しい旅喔 這個是套餐的甜點 是以高知縣的奇蹟清流 人墊穿美麗的藍色為意象設計 這裡是日夏站 只會停靠三分鐘 當地有個以番茄文名的小鎮日高村 所以列車外迎接我們的熱情民眾 還戴著可愛的番茄帽呢 當地的民眾真的好熱情 讓人非常印象深刻喔 現在經過的是前面提到的人墊川 他所在的伊野丁 更是生產力燈中所使用的土佐和紙的地區喔 更是生產力燈中所使用的土佐和紙的地區喔 現在經過的是前面提到的人墊川 事業DS 演藏聖夜市交際會 市場商場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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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主張 市場主張 公二街 市場主張 這裡 這裡 南平 到後面的天安時代 我去到這裡了 所以這裡是靖川 就是說板本龍馬有在裡面遊覆遊 那我們現在乘車到尾聲了 長不遠就一個一個客人 就去到溪 覺得很溫暖 我覺得治國土佐時代黎明物語搭起來很熱鬧 沿途活動很多 觀光感蠻濃厚的 而且那部装潢真的很别致 就算你不是版本農马的粉丝 我想也能乐在其中 觉得算是适合三五好友 小家庭大家族的类型 如果你是想要静静搭车 静静享受的话 我推荐你下一台车 四国正宗千年勿雨 这台观光列车是2017年推出的 它运行于德岛县大部围站 及湘川县多渡金站之间 我们是从大部围站 达到湘川县秦平站的 杏之乡既行路线 到秦平站的话 车程为两小时时分 票价为3810日元 到多渡金站的话 则为两小时50分左右 票价为4000日元 餐点及外食的规定 和前一辆一样 大家要注意哦 好 我们又要来搭观光列车了 这次这一个列车 它是以季节感来做包装 绿色的一号车叫做春萌之章 以春天植物帽绿芽为异象设计 白色的二号车则为夏冬的融合 费命名为夏青之章及冬青之章 车内的座位是适合多人数一起使用的形式 红色三号车则为秋彩之章 也是这次我们利用的车厢 它慢慢准备等下要灰的那个纤红色三号车的沙发 分别表现了赞棋平野水田中的金黄稻穗 及大部尾小部尾的红叶溪谷 三辆车厢皆以古名家为主题风格 因此内部使用深褐色的德岛现场山材打造 另外 这里虽然没有照得很清楚 但大家可以看到木条格子天花板后是镜子 据说是想呈现古名家梁柱以上还有空间的构造 是不是非常别致呢 很快 Ci怎么会看到 隔壁拓棍 里面的景色 剪辑 隔壁拓棍 这些根本隔壁拓棍 可以看到 芝麻 更多的 学校 在这里 每一个人都流行 后要坐 我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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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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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